好 接下来看到花莲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 在110年第一次全国同步减速非法枪械专案行动期间 查获了一名张姓范贤 非法持有土造猎枪 并且迅速溯源进一步追查到非法制造贩卖的花姓范贤 那么全案是依照涉嫌违反枪炮弹药刀屑管制条例罪嫌 依送法办 花莲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 在110年第一次全国同步减速非法枪械专案行动期间 查获了一名张姓范贤非法持有土造猎枪 并迅速溯源进一步追查到非法制造贩卖的花姓嫌犯 查获土造猎枪 据杀伤力空气长枪共四把 还有枪管等制造枪械主要零件及制造工具 执行成果相当丰硕 经查花姓范贤非法制造猎枪 并以每把新台币一万元不等之价格 贩售给不特定人持有使用 案经本局报请花莲地检署指挥侦办 并迅速侦查后 于4月14日持搜索票 查获张姓范贤持有非法土造猎枪 并火速于同日溯源查获 花姓范贤制造猎枪工厂 本案全案以涉嫌违反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以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花姓范贤经警察官向法院申请积押获准 花莲县警察局也呼吁民众 新修正的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规范 持有制式或非制式枪械处罚行度相同 制造贩卖及持有非法枪械刑则重大 模拟枪亦纳入管理处罚范畴 非经依法申请许可 不可以擅置持有 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处罚 解释力情 花莲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